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 今天是7月3号星期天 在这个周末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件 我们把它串起来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单前我们国内的经济的情况 还有我们股市投资的方向 我觉得都有所启迪 那么我们把这些消息 跟大家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分享 第一个大家注意 在周末的时候吵得最凶的 就是光伏产业的内讧 有很多人在讲 晚上这个传言传得纷纷扬扬 说这个底下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光伏产业 下游的光伏产业的这些公司 纷纷停厂 抗议上游的涨价 就上游的原材料 对吧 规料 涨价涨的太多了 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在索文思的文章当中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规料的龙头 对吧 还记得吧 那个做做做做死料的一些一些公司 对吧 其实表现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像这些龙头公司 对吧 还有一个新疆的 对吧 像这些公司 其实都是这种受益者 对吧 硅料涨了这么多 大家都很疯狂 觉得我们底下活不下去了 因为上面要进口 进这个硅料 然后下游才能生产的 对吧 那么大家就认为底下在停产 对吧 停产了 然后我们就抗议你们上游的 上游的这个涨价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这个网上就在跟踪调查这件事情 在跟踪调查这件事情 实际上呢 并就是没有 大家都很不满 你比如说这个 龙姬 对吧 他就说 说这个事情 说确实活不下去了 就当前这情况太难了 对吧 很难 因为价格太高了 对吧 你底下产品还不能涨价 对吧 因为你面对的是国企 他要安装这个电厂 那么上面的涨价又涨得很厉害 那么压缩底下的空间 这底下就没法做了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角度来讲 上游的这个涨价 是不是会结束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 前面的六个大厂 就是我们国内目前为止的六个大厂 是没有停厂的 这是比较正常的 这家小厂能不能活下去 不知道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光伏的善油 它之所以敢涨价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在原材料供不应求 你来多少 我要多少 对吧 只怕你没有 对吧 也就是说你涨得再高 那个原材料还是不够 那你说 人家他又不傻的 肯定会涨啊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你比如讲 原材料供不应求 有可能时间还会很长 他 也就是说 你底下 不生产 对吧 你说我不生产 我就是表示抗议 我不生产 你不生产 你不生产 别人生产 对吧 难道你们就大家联合起来 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搞残 内部去内控 对吧 这个我觉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上产一定会干预的 对吧 这个产业太重要了 目前为止对我们国内来讲 是太重要的一个产业 对吧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擅油的这个原材料 大家注意 有可能会有干预 但是涨价有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供不应求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文章当中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跟大家讲这个文章的时候 对吧 我就把那个归料的 这个公司放在上面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他的这个业绩不会太长 因为我打电话 我们知道有几个公司 打电话之后 这产品都是公平应求的 就是人家对你的问题 爱答不理的 对吧 觉得很忙 对吧 无所谓 你们机构调研的 对他来讲无所谓 因为为什么 他反正他的这个报表会展现给你看的 对吧 那么上产产品的快速扩产 价格呢 应该来讲不会太低 这个我觉得 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现在归料 对吧 这个这么紧缺 肯定会扩产的 对吧 他一扩产价格会不会掉下来 概率比较低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下游不断地在扩产 国家的能源转型 据说投资要140万个亿 140万个亿 你们算算看 你要多少个电产 对吧 但是比亚迪老总 王川夫讲 只要把那个我们整个新疆 或者我们的这个 西北部地区 对吧 沙漠地区 铺上十分之一 我们全国的能源问题 就解决了 你这样铺上十分之一 你得花多少 这个太阳能 这个管 这个板 对吧 所以这个规料需求 是无限的 对吧 所以这个方向 确实就单前来讲 下游不断地扩产 重点了几家公司 我在文量当中 前后所提到那些公司 你看周四的时候 我在文量当中 提到那几个公司 周五的时候都在报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是供不应求 对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和欧盟 现在他自己国家 这个产能 也不行 而且这一次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这个战争 给他们打明白了 对吧 你能源不转型 你完全依靠石化能源 对吧 你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你看今天俄罗斯 对日本 我觉得这事非常 对吧 有可能会给日本断气了 对吧 所以对他来讲 他压力也很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光伏 这个方向 应该来讲需求量是巨大的 所以光伏行业的内讧 代表什么 我觉得代表着 就是这个行业太火爆 就是太火爆 所以这个行业的内讧 是不是能够导致 这个行业股价下跌 我告诉你 不仅不会下跌 而且调整一下 未来可能会涨的 还依然是有机会 咱们不敢说其他的 具体的研究标的 大家参考一下 文章当中 你们仔细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碰撞一下 这个观点 第二个 我们讲一个消息 讲个什么消息呢 比亚迪的事 比亚迪上半年 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了315% 这是六个月的 六个月 销量增长315% 而特斯拉 大家可以看到 特斯拉目前的状况 相对来讲 较弱一点 特斯拉的话 原来二季度的生产 这个交付的汽车 但是整体来说 也还是不错 也还是不错 对吧 但是如果是从 单前的科技的 发展的方向来看 就拿特斯拉的这个电池 去年 它那个那款电池出来 对吧 那个三元电池一出来 全产燃爆 对吧 然后呢 刀片电池 咱们刀片电池一出来了 对它来讲 也是个打击 今年麒麟电池又出来了 对吧 麒麟电池出来之后 你看 这个五分钟 可以充80% 对吧 可以跑 几百公里 七八百公里 那你说 这个事情 就基本上来讲 这乘用车 未来就是被新能源车 一捅江湖了 对吧 被整个新能源车 我个人以为 日本现在和韩国 其实很紧张 为什么 我这里讲两句 这个插两句 这个宏观上的事 就日本和韩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 访华访得特别严重 特别跟美国走得近 为什么 因为他来不及到 你看韩国的汽车占他整个的GDP 韩国现在占整个 他美韩国的整个GDP的10% 这对他来讲 整个如果把周边产业链配套产业链算上20%没有问题 日本就更厉害了 日本这些年为什么耀武扬威 因为你把他家电打残了 把他的这个电子产品打残了 他有个汽车作为最主导的 你看那个丰田 对吧 林牧 这些公司都非常厉害的 对吧 在市场当中 我们讲世界500强 现在日本就靠这个汽车产业成长 那中国新能源汽车 跟他来讲 他就基本上靠边站了 如果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把他给挤出去了 对日本来讲 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那这个产业养活人 日本的汽车产业 直接的GDP占25% 周边的配套 对吧 整个供应链在配套 或者在带动老百姓的消费等等 要占到整个GDP的55%以上 你想看你这国家 如果这超过50%的GDP 被中国的这个打残了 那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讲 对中国来讲 对他来讲 他自己可能就灭顶之灾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 你看那个岸田温雄 对吧 就是说非常疯狂 对吧 这一段时间就真的是非常疯狂 就跟美国搞在一起 为什么 来不及了 但是他越是这样的 那就越来说明问题 说明什么 新能源车销量的暴展 我们讲几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方向 虽然说有很多的 前面我们讲 那个比亚迪着火的时候 对吧 我就跟你讲 我说比亚迪着火 是不改变它的方向 对吧 销量的暴展 第一个我们讲 电池的不断革新 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在重点给 在文章当中提到的 你像零化骨 零化骨 对吧 像这些 它可能就是整个电池 这一块的产业链 不停的一个革新的 一个需求量 在增加 三元离电池 三元电池 大家注意 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好像在控制 三元电池不要搞 三元电池 我们没有优势 因为我们的这个金属资源 都在飞住 对吧 没有优势 但零酸铁里咱们有优势 对吧 所以这个电池的不断革新 这个新能源车 销量暴展 也意味着什么 未来电池已经到了 上千里的充电 没有任何里程焦虑了 那么接下来 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陈永泽市长 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方向 就是电动车 一桶江湖 逐渐的 这个燃油车 就会退出市场 国内也是这样的 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的汽车下乡 这个政策 起作用了 那么这个政策起作用了 其实对单浅的 A股来讲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波A股上来 2863 走到3400点这个位置 实际上整个汽车 贡献了非常多的利润 这就是我们前面 一直在跟大家讲 什么那几个公司 那几个便宜的汽车 对吧 我说汽车下乡 就是很便宜的公司 你们打开前面的这个文章 去看看 去找一下 不知道的话 你们相互之间 在评论区说一下 这一波上来 可以这样说 就是汽车行情 就是国家的政策 在推动这个汽车行情 所以从汽车下乡 这个政策也能看出来 这个政策 依然在这里 非常非常的强 第三个 我们讲新能源 车企 就国内目前为止 什么小鹏 蔚来 理想 对吧 哪吒 还有什么什么 比亚迪等等 这些公司 基本上来讲 把特斯拉 就特斯拉目前为止 在中国 其实它很恐慌 你认为特斯拉 未来就一定可以 站得过中国的这一般 汽车性势力吗 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电池 这个东西 我们产业链 是完全成型的 你看特斯拉 到其他地方去 到澳大利亚 到欧洲 都亏的 对吧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未来应该来讲 是投资国 就是我现在认为 特斯拉走的那条路 不一定是对的 中国目前为止 这有很多几个公司 重点的龙头性的公司 如果长期 说ETF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的 对吧 等暴跌之后 对吧 突然出现了一些事件 暴跌之后 我觉得长期 汽车 新能源车这块 应该来讲 机会还是很大的 第四个我们讲 中国的新能源 乘用车 不仅国产 国内代替 从进口的车 未来出口之路 也是非常顺 我们去年 大家可以看到 新能源车出口 已经跟韩国的 现代 在对全世界的出口 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未来还要继续 晚上出口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方向 挺不错的 那么对于A股来讲 我们讲三点 第一个 美国的加息 对我们的影响 越来越小 大家注意 这一段时间 有个消息说 现在美国 不是加息了吗 对吧 加息完之后 这个大宗商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粮食 粮食的价格 突然暴跌 金属的价格 突然暴跌 虽然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看到 金属的暴跌 可以看到全球的 这个需求量在下降 有可能全球技术衰退 没有问题 粮食的下降 对美国是有利的 为什么 美国降通胀 正好是需要它 粮食下降的 但是原油价格 降的并不多 并不是很多 那么主控的原油 只要掌握在俄罗斯手上 美国可能还是 很有忌惮的 但是从粮食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还有我们讲 有色金属这一块 确实感觉到 全球的一个 大的衰退 可能会来 但是 无论它怎么衰退 中国作为全球的 制造中心 短时间之内 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改变的 所以大家注意 中国没事 A股没事 那么我们讲 3400点这个位置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值点 我认为 为什么老索 一直在讲3400 一直都在讲3400 对吧 从2800一直不共同 有很多时候 你们开会了之后 上面有这样的消息 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 3400是一个合理的位置 3400中国的 互生300的这个 整体的GDP 这个 这个 这个PE 对吧 我们整体的这个市益率 是多少 12倍左右 对吧 美国是多少 美国22 对吧 2223 那跟我们中国国内来讲 现在我们的估值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低 我们现在占整个GDP 涨了78% 就是互生两世的市值 占整个的GDP 涨了78% 所以 这个目前为止 3400点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么未来突破3400点 对吧 突破3400点 我们就在3400点 这个位置盘的时间越久 那未来突破的应该越坚决 大家注意 每一个指数关口 你看3100有几次整理 3200有几天的整理 3200相对来讲 整理少一点 对吧 3300整理的时间比较长 3400整理的时间比较长 3500 依然会往上走 但是目前为止看的话 100点左右 制一个 做一个这个规划 那具体怎么做呢 到底是哪些方向 结构性的方向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文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方法 我觉得思路上来讲 大家还是 我们还是可以借鉴一下 市场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各位 短打 注意啊 仓位 不要保持 不要满仓 我觉得短打满仓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 675 五六成六七成 我觉得也能够吃得饱 方向 现在的方向 我个人以为 下周依然是汽车产业链的配套 不是整车 整车有可能情绪还没有调整完 但是汽车产业链的配套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在文章当中 所提到的那几个 零化工之类的 这种类型的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还有机会呢 那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些公司 看看成交量 各方面情况 还有光伏里面的一些配套 这里面有可能都会有机会 详细的内容 大家想研究的我们参照一下文章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到 大家关注所闻思的文章 关注所闻思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点 长安点三件点个赞 谢谢大家